什么叫fans only 只能粉丝能做 我们到我们这次坐Airbnb了 哇加拿Airbnb的标准还是高那么一些呢 真开心 哇 看着好棒呀 这个民宿 哇 阳台还挺大的 然后这个房子特别大 因为它从那边是可以一路走到湖边了 今天是星期五 我们就从多年多开过来 开了三个半小时 这一次就是庆祝父亲节 所以我们就找了一个平时的周末 来这个周末不是长周末 长周末花瓶岛是不可能有位子的 但是订到这个Airbnb很开心 我们今天是五个人过来 还是咱们花瓶岛的小木屋做的专业 他这里没有房子 那个人就是Manager 满意吗这个房子 太爽了 没有想到应该的民宿是这个样子的 法国不如加拿大好 一楼还有一个小小的石头房 他说是很古老的石头 哇 这个房间很有腔调 其实还挺不错的 感谢各位 谢谢大家捧场 哇 从手机里面看这天好蓝 现在是星期六十一点多 我们现在到Tuberbury镇上 然后前面是一个Lighthouse 叫Big Tube Lighthouse 然后在这边的街边停车 就是后面这里是需要买票的 从5月15号开始 不然的话这里就一直有一个人正在抄牌 你要么就是要在机子上买 要么就是用手机买 一定要买票 然后一个小时是5块钱 还挺贵的 这有一个青蛙就在石头这 超轻像丝瓜一样的青蛙 谢谢 好棒喔 这边武汉 哇 船都不要 我们看纸皮的划船比赛 我们现在在这看了一个小时 我们真的超级散乱团 早上就去看了一个灯塔 然后就吃饭 吃完饭现在又看了一个小时比赛 现在都已经两三点了 还没有开始我们真正的一天 花瓶岛这里呢 从6月17号 其实就是今天 开始算peak season 就是旺季 所以很多东西都比较火 像我们想要去布鲁斯半岛国家公园 然后我们昨天晚上才查 关于停车票的问题 也是因为我在小红书上看到别人说要提前预定 因为我们好多年前来花瓶岛的时候是 就随便停就想进的时候 就在国家公园门口买个票 但现在就不行了 你全部东西都要做reservation 然后我们昨天就只找到今天在布鲁斯半岛国家公园 我们只有下午5点到晚上9点的一个parking permit 也就是说你只能5点钟才能进去国家公园 然后最晚是9点钟出来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就很随意 因为5点才有这个固定的行程 然后上花瓶岛呢 我们是买到了明天中午12点的票 也是挺火的 我们本来是想看今天的 今天就全部sold out就卖完了 就只抢到了明天中午12点了 所以如果你是夏季来 就是5月到9月还是要先提前再往上订好 无论是船还是停车的地方 然后再过来吧 就是point ahead 我们现在到国家公园里面 然后这里有一个眺望台 上去看看 这挺高 有点恐怕 阿豆 天呐 超恐怖 这个布鲁斯万岛国家公园 现在是真的火呀 就是我们要提前reserve 然后reserve我们的parking 我们点到9点的parking 也就是你9点还必须要走人 然后这个里面也是看修的就很景点 以前我记得我们七八年前来的时候 就还是挺荒野的 就比较原生态的感觉 也不需要任何预约 然后里面的人也很少 现在就变成了安省最火爆的景点之一 这是十隔七年八年又来了同一个地方 大家看 我们的day two火石 哎复兴节快乐 再次复兴节快乐 红的不同姿态之鼻子红跟全红 跟没有任何反应 爸爸你跟后面那个木头一模一样 哈哈哈哈 嗨 早上好 现在是星期天 我们今天的行程就是 坐这个grass bottom cruise去花瓶岛上 然后今天就在花瓶岛上转 现在是12点 我们是12点的船 然后是4点的船再回来 然后晚上我们就直接回家了 我们现在上到花瓶岛上面了 现在这儿修的已经像一个人工的景点了 刚刚下船的那个地方 下来还有厕所 然后有休息的地方 我记得原来都没有 包括我们现在走的这个站道 我觉得以前就是在石头上面走 然后第一赛的时候有一个朋友没有穿运动鞋 我还记得他非常非常的艰难走在这些石头上 然后你看现在都铺了这些木阀 木板作为站档 然后就很容易走路了 你看那已经很容易走路了 就是很容易走路了 不容易走路了 你看那组境下的水平 先来炸水平 你觉得没来走路了 很久惊毛 你觉得容易走路了 就是在金锅上 你觉得有一个人帮助 你觉得你扶国 铺里面 把铺辰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